公寓能、能源的种类介绍 能源的形式跟种类有非常多样 比如光能、热能、太阳能、电磁能、化学能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在这边探讨的能源通常指的是能够提供热源的资源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主要探讨热源呢? 因为我们目前的发电机组通常还是利用水蒸气作为动力 那我们必须要准备锅炉来烧水后才能够制造出水蒸气 因此在加热水的过程中我们要找的是可以制造水蒸气的热源 因此我们在能源上的介绍下面会偏重于热源为主的 所以能源其实可以分为所谓的初级能源跟所谓的次级能源 因此什么是初级能源呢? 初级能源又称为一次性的能源或是原始的能源 它的重点是它不需要经过转化或者转换处理 就可以直接使用 因此我们在细分这个能源的时候又在讲出 它事实上还有分为所谓的再生能源 有比较环保的 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解的 还有我们比较传统的所谓的非再生能源 因此再生能源通常指的就是大自然间本来就会存在的能源转换过程 大自然间很多能量的转换 事实上如果能够为人类所用的话 它就是一个取之不解用之不尽的 譬如说我们的风能、水能、太阳能、地质能、生质能、海洋能 都算是所谓的再生能源 这种是大自然界它本身深深不惜循环的能量形式 非再生性的能源主要是有消耗性的 什么是指有消耗性的 因为它通常要挖出来 然后藉由机主来使用 因此会越来越少 用完就不能再用 所以我们常用到的煤、石油、天然气 这一类所谓的石化燃料 其实是有一天会烧结的 另外荷兰料本身有污染性 化学能它的效率比较不佳 所以非再生能源是慢慢要舍弃的一种能源形式 所谓的次级能源又称为二次能源 二次能源它并不是可以用两次 而是它需要由初级能源或者其他次级能源在转化后 才能使用的能源 比如说电能 家里的用电事实上是经过远方的发电厂 比如说火力发电厂 或我们台湾目前正在争议的核能发电厂 它产生的电能在为各个家庭所用 因此它是经过转化的 它不是直接使用它的热能 或者电池能、汽油、柴油、燃料油 这一类汽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 其中经过干6的结果 或者经过分6的结果 因此这一类的油料 其实是经过再转化的 也并不是直接从原油直接使用 这一类的能源称为次级能源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所谓的核能 什么是核能呢? 其实核能是藉由原子核反应的过程中 所释放的能量就成为核能 它跟一般化学能不同 它事实上是会有本质的改变 也就是它会产生不同的原子 不同的元素 因此在形式上要分为核融核 以及核分裂两种形式 那核融核又成为核聚变 核分裂又成为核裂变 那我们以下稍微说明一下 核融核是指把两个元素的小核结合成大核 这边的核指的是原子核 譬如说我们在太阳每天发生的反应 就是核融核反应 它是大量的氢融合成氦 那太阳的能源就是来自于核融核的结果 因此太阳目前还有几十一年 可以再继续的产生核融核的现象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反应式 这个是所谓的氢的同位素 一般我们称为刀 两个刀元素呢 它可以结合成一个所谓的氦元素 因此结合过程中会释放出宗旨 这个过程中可以产生非常巨大的能量 比所谓的核分裂 它产生能量还要巨大 可是目前因为还没有适合的技术 所以人类还没办法完全应用核融核的现象的热能来使用 那核分裂呢 是把大核分裂成小核 那这边的核事实上是指特定的原子 也就是氧235的同位数 因为氧本身的同位数有很多 有234、235跟238 那如果要制造出 核分裂所用的军事武器 也就是原子弹的话 它所需要浓缩的氧235 必须高达90%以上 可是我们核能发电所需要的氧235的浓度 只要2%-3%就可以利用 因此转为和平用途的话 核反应事实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利用价值 那这里是简单的一个核分裂的形式 这个N指的是中子 当我们提供一个慢中子撞击到氧235的元素之后 这个氧框氧原子就会分裂成倍或克 另外再多释放出两个中子 再去撞击其他的氧235的原子 那藉由这个不断的连锁反应 产生的能量 巨大能量产生 因此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都是类类的核分裂反应 因此它可以不断分裂 所以在核能观念中必须要有燃料棒跟控制棒 那这个有机会在藉由核能电场的说明来了解 那如果是浓度过高的时候 它会以非常巨大的能量形式而释放 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那这个原子弹爆炸或者是核能电场的观念 其实上是来自爱因斯坦他所提到的 只能互换原理 因为原子核在反应的时候 质量其实会变小 这时候质量会损失 那这个少量的损失呢 事实上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也就是1mc平方 这边的1则是energy 就是能量的部分 这m则是mass 就是质量的部分 那这边c平方呢 主要是光速的常数 3乘以10的8次方 公尺每秒 那这样盛开之后你会发现 每一公克所能释放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也就是目前我们在利用核分裂核融合的技术上 爱因斯坦这个理论 提供了我们一个能量转换的形式 做一个预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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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